在家玩游戏也能训练感觉同合能力喔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 怀孕、育儿、亲子相关的资讯 还记得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让我们陪伴孩子一同成长 哈啰大家好 我是穿越新妈妈丸 疫情正严重 宝贝都停课在家 一起来玩训练感觉同合的游戏吧 第一个游戏是杀杀 用感觉同合触觉刷的概念 找手边适合的道具来玩 我们可以降低孩子触觉敏感 有助于宝贝的环境吸引力喔 阿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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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可以拿不同的道具呢刷宝贝的手啊脚啊 然后给他们不同的刺激 那如果呢像我们家香香姐姐一样两岁多的宝贝啊 你就可以问她喜欢哪一个或是呢刷起来的感觉是如何 什么感觉 来 就给你哦 自己刷刷鸟 烧脚脚 可以刷这边 看正常 脚脚脚脚 我们来换另外一个材质哦 来换你 来 来 烧脚脚 你要先烧脚脚 我们先感受一下脚脚的感觉 来姐姐换一个 来 烧脚脚 嗯 你要换 要换另外一个了吗 试试看这个 烧脚脚 来我们看看这个 什么感觉 烧脚脚 來手手 拿手手 過 怎麼感覺 你要換那隻手肘 好 我來 幫你 那個不要抓到他掉 那邊沒在把他拆解了是嗎 謝謝 你要喜歡這一塊 你要直接那麼照麗的東西 好 你要換這邊是嗎 你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這個 第二個遊戲呢 是棉被壽司捲 可以刺激到孩子的前庭爵 主要是和他們的平衡感速度感有關 我們現在不能出去斷釘籤 也可以用這個遊戲在家裡做取代 我先起來啦 媽媽要呼喊欸 你這麼快就下來 你想你要兩個人不行 兩個人太危險了 你自己拿一個 你剛剛玩過了 後面來老貝 準備一條被子或是大毯子 把孩子捲在裡面 壽司好了 壽司完成了 拿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你要說我 我 對 對 好 樂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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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放回去囉 可以把它放回來 或是請孩子自己滾回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階的就是媽媽幫你 就過去之後你們自己再滾回來 媽媽 好 你要躺好啊 你要躺 你要自己滾 好 滾 來 滾 回來 滾 回來 滾 回來 滾 好 自己滾回來 滾回來 再滾回來 加油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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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滾 來 看姐姐來 好 你自己滾過去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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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滾回來 來 這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對 加油 再滾 再來 好 翻你 來 再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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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遊戲 袋子氣球 這個遊戲呢 是可以讓孩子訓練他們的口腔肌肉 對於咀嚼啊 和說話的發音都很有幫助喔 這準備的材料有紙杯 橡皮筋 吸管 透明袋子 美工刀 用美工刀把紙杯挖一個小洞 對 對 杯 杯 把習慣穿進去 紙杯上方 套上袋子 再用橡皮筋固定 就可以開始玩囉 引導孩子把塑膠袋 像吹氣球那樣 吹成鼓鼓的 哇 弟弟好厲害 吹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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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起來了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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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遊戲是 撥蛋殼 撥蛋殼啊 可以訓練孩子的手指靈活度 也可以提升手眼的協調力和專注力 重點是啊 撥完之後可以直接吃孩子都超愛的呢 你看你女兒很厲害喔 會撥雞蛋 小肌肉發展 為以後血字做預備 好棒喔 爸爸媽媽們你最喜歡今天分享的哪個遊戲呢 歡迎在下方看我們說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2到3歲 孩子照顧重點 精華版懶人包 掌握六個方法 讓寶貝見奶瓶不崩潰 方法1 減少奶瓶比例 方法2 慢慢減少使用奶瓶的次數 方法3 利用護士引導 方法4 創造儀式感 方法5 給孩子足夠的陪伴 方法6 使用寶貝喜歡的杯子 方法6